图片显示 这家名为杨妈妈周店的餐厅外 用气球拱门高挂红色大横额 上面写着 热烈庆祝美国疫情 祝小日本一帆风顺长长久久 一名本地市民说 3月22号 他的朋友在周店门口确实看到了这张照片 23号下午他从店门口经过时 已经看不到横幅 这张照片被发到网上之后 引发众多网友怒批 泯灭人性 也有人问 疫情之初全世界救中国 他们这样的标语在迎合什么样的顾客 网友黄子英说 这是共产党教育洗脑的结果 中共仇恨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 所以教育民众反美 反日 反韩等 在中共的这种环境当中下 一个是洗脑 还有一个是故意激发他们 还有鼓励他们去搞这些东西 在这种氛围下 他这个人性当初的恶 他就疯狂地爆发出来 某些情况下 他就变成一种暴力 许多人翻出日本街头 曾出现过声援武汉的标语 讽刺杨妈妈舟店 当中民众陈女士说 中国疫情爆发之初 美国企业的捐赠额 居世界之首 日本也是请尽全力帮助中国 日本街头也插满的武汉加油条幅 我们这边竟然出现这样一个反人类的调伏 太可怕了 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 特别是日本 美国那边宣传部门的一种鼓噪下 中国绝大多数的人 头脑 完全就是被仇恨所蒙的 这是个更悲哀的一个事实 仇恨教育 已经没有正常人的那种思维了 不懂的人性的善良 这女士感叹 病毒不可怕 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病毒攜带者 23号下午 周电所在辖区的太原街派出所工作人员说 以针对此情况展开调查 新唐记者陈翰、李韵、周天采访报道